近年来,随着大跨度拉索木墙的快速发展,拉索规格也随之加大。 传统的大直径拉索且调节端亦为螺纹连接的方式。 为解决螺纹连接式拉索调节端张拉困难的问题, 卧斯开发了新款的GH02胶筑拉索。 内部构造采用了一张拉装置。 此款胶筑拉索操作简单张拉方便快捷。 具体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我们会在下面的视频中进行讲解。 G02构造 此调节端由锁头、螺杆、挡块、滑动螺母连接套组成。 引起特殊构造可实现先张拉后锁紧的一张拉功能。 除此以外,还具有其他优点。 一为施工优点,包括防卡死、效率高、费用低、精准度高、自动化及同步张拉方便、拆卸和维护方便。 二为外观及材质优点。 整个调节端采用2205-CD3MN双向不锈钢制造,具有承载力高、耐腐时性好、结构小巧的特点。 张锦器介绍 为满足新型调节端的张拉,博斯专门研发了一款新的张拉设备。 其主要配件有轴瓦、上主臂、千斤底、M33-M27垫片、M33-M27裸杆,逐一爆出配件名称。 认识了张锦器的配件后,我们来看看它如何安装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1.安装上主臂及轴瓦 张拉设备的安装全程有两人操作。 第一步,一人将轴瓦置于锁紧环上方,另一个人合拢主臂锁紧。 特别注意的是,锁紧螺栓必须从下往上锁紧。 2.安装千斤底 将两个空心千斤底同时放置在主臂上,并由一人扶住。 3.安装下主臂 另一个人将下主臂固定在锁杆上。 固定方式有两种,一种为锁纹连接,一种为锁母从下方固定。 然后锁杆从下往上穿过主臂及千斤顶。 4.安装垫片 一人扶住锁杆,一人将垫片穿过锁杆至于千斤顶上,悬合锁母。 5.安装钢瓷绳 锁杆固定住后,开始安装钢瓷绳。 可两人同时分别进行,钢瓷绳需要绕过锁头,通过锁母悬挂在下主臂上。 6.钢瓷绳安装注意事项 钢瓷绳的安装必须要注意以下三点。 1.钢瓷绳需置于锁头耳板中心处,在张拉过程中也需要密切关注。 2.两个下主臂需处于同一高度。 3.钢瓷绳上端外露螺纹长度要相同。 如遇到与以上三点不符的情况,应及时调整。 9.安装高压油管 接下来是液压系统的连接。 通过一托二油管将液压泵和千斤顶连接起来。 10.安装电源 利用监控电源给竖型表通电,电源插座需现场自备。 张拉步骤 1.选紧回油阀 顺时针或是朝着竖型表的方向选紧回油阀。 2.安装扳手 将扳手插入调节套扳手孔中。 3.液压泵加压 接着,通过液压泵上的压杆将压力加到指定预拉力。 加压过程中,需经常左右转动扳手,确定裸杆是否处于可旋转状态。 4.旋转调节罗杆 最后,当预拉力到位后,使用掰手旋转调节罗杆,直至滑动罗姆与挡快接触。 张拉困难调整法 1.困难点 液压泵加压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调节罗杆旋转困难或无法旋转的现象。 2.判断依据 出现该状况的原因是调节罗杆和连接套不同心,此时应停止加压。 观察调节罗杆和挡快之间的间隙。 3.解决方法 第一种方法为电木调整法。 通过在缝隙大一侧连接套和张拉锣杆之间,垫上木块将缝隙调均匀。 第二种方法为薄铁片调整法。 在缝隙大一侧上主臂下方变薄铁片。 薄铁片数量根据缝隙大小确定。 第三种方法为下主臂高度调节罗。 将缝隙大一侧下主臂的锁紧罗母继续拧紧,使该侧下主臂低于另一侧下主臂。 通过这三种方法调整后,可实现轻松张拉。 新型G02高阶段胶筑拉锁,以逐步大规模应用于点芝式拉锁木墙中。 目前为止,将近有30个项目使用了此种拉锁。 上海华润万象城项目使用了尖廊X45和X52新型胶筑拉锁。 该工程于2016年晚工。 深圳方大城项目使用了尖廊X42新型胶筑拉锁。 该工程拉锁木墙于2016年晚工。 深圳基金大厦项目使用了尖廊X45和X56新型胶筑拉锁。 该工程拉锁木墙于2017年晚工。 通过此视频,希望广大同事及用户均可掌握G02条阶段拉锁的张拉。 该视频仅限尖廊拉锁产品使用,严禁外传。 我但是重大 fishing骗底科 caus了一种毒蛇在 lic을搭讷。 一分钟 。 是 我们开始股证地那种说明是多多些太 Need Sam? 。